时隔半年 李安终于交出了第一份音乐答卷 首张个人专辑《两个李安》 不过这张包含了抒情 R&B等多种曲风的专辑 在录制的过程中 可是让李安遭受了不小的挑战 身体状态不佳的他 不仅要边吃药边调整嗓音 胃酸呢 倒流 那上来之后呢 这里就会有点 爽 因为它那个酸会烧掉 这里的那个酸带嘛 所以有一点不好 那上来之后呢 就会很多弹或者是 很多声音就是很 里面就是不轻啊 声音不轻 所以要吃药 演绎起《深白色爱情》 这种内涵丰富的情歌时 更要直面语言障碍 我在终于看相信 有一些爱 只在考验自己 英文歌的话 百分之百我可以 就是放在这里给大家看 但是中文的话 有很多词 有时候会 对我来说有点复杂 感情很深的歌 我不太敢去碰 因为 我怕我唱不了 那感觉出来 这不 琢磨来琢磨去 李安被一个听上去 相当常见的词给困住了 一个成全 是什么意思 成全就是说 在东方人来讲 就是 好了 你这么想 我就成全你了 我就不为难你了 在英文来讲 这叫 totally support totally support 就是 我全部support你就对了 你想干啥就干啥 为了解决大白的困扰 制作人包小博 只好一句一句 耐心的为他示范 总在夜深 人情 十分离 嗯 没吧 嗯 就已经听到那种 好像持真的 哒哒哒哒 十分离 所以要轻一点 点到就好 然后后面这句很重要 嗯 北秋的爱 梦 惊心 这边是301 北秋爱的梦 惊心 梦 惊心 OK 长一点都不行 从在夜深人 尽时分离 被留爱的梦 惊心 即使早该放下 这段情 心里依然 爱着你 有了包老师 这期强心针 李安终于在 一遍遍的练习中 找到了那个 久违的感觉 深白色的爱情 可惜爱不是你 一切等待 从将老去 多年以后 我还在这里 原来梦场上海 采访宝宇